如果真的要走 可能不可以一人在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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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到情緒來了 在台上淚崩吉他手 跟台下聽眾接唱 他是台中明道中學 前任音社社長多多的創作 走建國路回家 但後座少了你 意外爆紅 我知道你要走 我要都是我一個人 去年受邀在自由路上 藝術節演出 這也是多多首次露面 現場演唱這首被譽為是 暈喘神曲的作品 為什麼我覺得很荒唐 因為 就是我那時候的想法 跟音樂不一樣 就分手了 我覺得很難過 我覺得只是單純想寫一首歌 把自己想講的話講出來 對爆紅連自己都超意外 音樂首次上傳兩週 超過百萬訂閱 至今已經超過一年 還有不少人超晚 希望能在KTV唱到 現在願望成真 MV上線 鏡頭都是男友視角 不到24小時就有超過7萬觀看 也在1號全台KTV上架 但在這之前已經紅到 連大咖都搶著翻唱 威里安改編翻唱 本來心痛的感覺瞬間填了起來 還有動力火車在頒獎典禮也唱過 其實多多已經在去年6月從台中民到中學畢業 即便歌曲已經這麼紅 實際聯絡他低調不願受訪 但從傳唱度來看素人魅力超級強 TVBS新聞莊奇緣巡集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 請